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此几笔的一个提问 这种提问往往会结束对话 你还记得提问框架第三步 更音确认这个知识点吗 确认更音就是要找到问题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 如果你连产生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都找不到 那就很难提供有针对性的一个解决方案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继续对问题的原因进行探究 这次介绍的是 在会议确实中运用更为简单的一个 五外罪问法 那五外呢 就是五个为什么 它最早起源于丰田汽车的一个前身 丰田纺织 最初是在品质管理和生产管理中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被日本很多公司广泛运用 今天这个方法 已经被普遍运用到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了 好 那我先来说一个故事 有一次啊 丰田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大野耐一啊 发现生产线上的一个机器总是停转 修过多次 能不见好转 于是 大野耐一与工人进行了以下的问话 大野耐一的第一个提问是 为什么机器停了呢 工人回答 因为超过了负荷 保险师就断了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超负荷呢 因为轴层的润滑不够啊 大野耐一接着问了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润滑不够呢 工人回答说 是因为润滑这个棒啊 吸不上油来 大野耐一的第四个问题是 那为什么吸不上油呢 工人说 因为油棒走磨损 松动了 那么大野耐一最后问了第五个为什么 那为什么磨损了呢 他听到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去 混进了铁靴等杂志 经过连续五次问为什么 大野耐一找到了问题的一个 真正原因和解决方法 那就是在油泵轴上安装过滤去 好了 这个案例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我想 如果没有大野耐一 这样一种追根究底的这种精神 来发掘问题 那么工人们只是换一根保险师 潮潮了事 那真正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那么五个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文字版里面看到我们画的这一张图 那五个为什么用中国诚语说 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它是被用来识别和说明因果关系链 通过对问题连问五个为什么 不断提问前一个问题发生的原因 直到回答没有好的理由 或一个新的故障模式被发现的时候再停止发问 从而找到问题的一个根源 那五外的一个使用比较容易产生一个误区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 五个为什么不是让你去责怪对方 不是围绕表面的一个症状去解决问题 而是促使你找到根因 这要比马上找手去解决问题 更可能预防问题的一个再次的发生 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连问五个为什么 我们就容易混淆症状和问题 找不到引起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从而无法提出真正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 我们还很可能将本来用于解决真正问题的一个资源 错误地投入到一个表面症状或者现象的一个解决中 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最可怕的是 当你找不到问题的一个根源 这类问题日后还会再次发生 叫治标不治本 那么我们在什么场景下 可以使用五个为什么呢 其实在发现问题 故障排除 尤其是用于解决简单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五个为什么是最有效的 因为它可以快速地将你引向问题的一个根源 比如员工提交的PPT有不少错别字 这种问题的一个产生 往往只有一个根本原因 比如说初心 但是如果你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 比如你的困惑是部门业绩不好 那涉及的原因可能就有多种 比如目标太高不现实 或者是人员的能力不足 又比如是 绩效奖励不给力 竞争环境恶化 用户需求改变等等 你就需要使用一些 其他的一些原因分析方法 如上次分享给你的一个 根因分析三步法等等 不过 正是因为五个为什么 工具很简单 你可以和其他的一个根因分析方法 很好地一个结合起来 灵活来进行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五个为什么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 你还记得之前提问框架六步法第三步 根因确认那节课中的一个案例吗 我们先回忆一下吧 老郭是一家连锁店铺的总经理 管理着很多线下的门店 但他发现今年不少门店的业绩 相比去年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滑 于是老郭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会 团队成员七嘴八舌 总计起来也就谈了业绩下滑的 ABCDEFGH这样几个原因 那么A原因是 现在店员任务重 工作时间延长 员工计舍不了加班 B原因是 店员今年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培训 C原因是 员工稳定应差 老员工流失 那D原因是 能力支援部又限制了各个店铺 录用新人 要管控编制 E原因是 店铺服务人数不足 F是 店铺的数量 今年急剧的增加 团队的服务能力跟不上 那G原因是 店铺的一个客人 多的一个时候 由于店员都非常忙 就无法认真接待每一个客人 最后一个H原因是 生产又跟不上 好卖的产品突然断货了 那现在 你可以按以下五个步骤 来实施五个 为什么这样一个方法 你可以看到文字版上第二张图 也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图 那第一步呢 要先做问题的一个陈述 你可以让团队成员 在一张白纸上 写一个简短的 清晰的一个问题的陈述 比如一个店长小猪就写到 今年我们门店的一个业绩 相比去年出现了明显的下谎 那第二步 你就开始问第一个为什么 那小猪 为什么今年你的店铺业绩出现下滑呢 为什么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想要回答他 小猪就需要思考 因为他要提供有事实根据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 必须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不能是对可能发生事情的一个 主观的一个猜测 小猪思考以后说 主要是因为店铺客人多的一个时候呢 由于店员都非常忙 就无法认真接待每一个客人 那第三步呢 你再追问四次 为什么 第二个为什么 你可以这样问 那小猪 为什么店员忙得 无法认真接待每个客人呢 小猪回答说 因为现在的店铺 人员不足 人少 活多啊 你可以问第三个为什么 那小猪 为什么现在的服务人员数量不足呢 小猪说 因为有老员工离职 而且总部规定 目前店铺又不能增加新的人 所以人员不足 你可以接着问第四个为什么 那为什么老员工会离职呢 小猪说 因为工作时间比去年延长了 他们经常加班加点 而且店铺今年几乎没有组织过 任何的一个培训 店员们觉得又累 又学不到新东西 看不到成长的希望 你就可以问第五个为什么了 那为什么工作时间比去年延长 他们要加班加点呢 或者你还可以这样问 那为什么店铺今年没有组织过培训呢 那小猪思考了一会儿说 因为啊 重量级的一个竞争对手 今年也在我们门店附近开店了 他们啊 比我们要晚两个小时关门 而有一次啊 我们某一个领导到我们这边检查工作 我感觉到他可能希望我们也能够延长工作时间 另外啊 今年没有培训的一个原因呢 是我天天要招业绩 没有时间给员工进行培训 说到这里 你应该明白了吧 小猪应该怎么办呢 至少啊 他应该及时给予团队成员培训 另外 他应该考虑到 延长工作时间带来的负责用是什么 那就是会导致员工工作时间长离职 第四步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追问为什么 有时候啊 不一定非要问五个为什么 你可能问完三个为什么就得到了启发 我再举个开会时候 我遇到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有一次一个高管说 工作会议效率比较低 需要开很长时间 那我就问了三个为什么 我第一个问是 为什么会议时间会很长呢 他说 因为会议没有规定时间要开多久 那我就问第二个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规定开会时间呢 他说 因为过去开会的时候啊 没有制定开会的一个规则 我接着问最后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制定开会规则呢 因为大家都忽视了 开会规则对提升会议效率的一个重要性 那很显然 解决方案就是 以后开会 先要对会议规则达成共识 比如时间多久 议程怎么样 是否有主持人提醒时间 会议要不要决策 是领导一个人发言传达信息 还是说这个会议需要 及时广义讨论来决策 会议最后是否要 后续的一个行动计划等等 当然 在其他时候 或许你要问更多的一个为什么 才能获得一个新的启发 那第五个步骤 也是最后一个步骤 你要聚焦根本的源头原因 然后提出对策 当你问了多个为什么 已经无法产生 更多有用的一个回答的时候 你就需要停止问为什么 你需要确定 至少一个根因 然后开始制定相应的对策 防止问题再次发生 比如刚才小周店铺的案例 工作时间长 只是个表面症状 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其实员工 在巨大的业绩压力下 身心疲惫 还没有得到主管们的足够的关心 好了 以上是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下面让我来小结一下 这节课的一个要点 这节课 我给你分享了 五个为什么 这样一个简单 强大的一个工具 它用于快速剖析问题的一个 外部的一个症状 或者现象 解释出根本原因 你可以在发现问题根因时候 运用这个方法 你要从一个问题开始 不断追问对方问题发生的原因 直到找到问题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彻底解决问题 防止表面的问题再次出现 也防止资源了一个投入的浪费 当然 问为什么的个数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有时候问三个为什么 就可以发现根本原因了 但也可能有时候 你不只问五个为什么 才能发现根因 遇事多追问几个为什么 你才会提出有效的对策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和你分享的是 怎么样运用问题爆炸法 来提高会议提问的一个效率 好 这次的一个思考核实践是 为人父母的都知道 要孩子好好学习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孩子不喜欢做作业 那如果用连问五个为什么技巧 你该怎样和孩子对话 来发现他不喜欢做作业的真正原因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